长期拿着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资本市场那个长期向上 那个成交量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个会一直看到 它只不过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了 然后再讲一道医药和消费 这两个其实我相对更看好 医药和消费 特别是消费还有医药 消费其实它逻辑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重复消费 然后涨价 它这个概念就这样 最代表的其实就是白酒 白酒就逻辑非常简单粗暴 以前我也反复讲 现在也可以再给大家重温一下 白酒它就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产品很老了 这个东西历史很悠久 所以它也不用更新 不用研发 所以你看到他们那些公司的资本 就那个现金流资本支出是不高的 然后经营现金流非常稳定 然后没有折旧在账上 也没有什么财务费用 也没有研发什么 研发就研发个瓶子 说实话 就像那个古井贡酒 它能研发个啥 就研发那个包装盒 研发那个瓶子 然后好像最近它也出了一款新酒 其实也就换了个瓶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搞了一个复古版的 就是说几十年前那种 就很老的时候的古井贡酒 那个就建国时期的那时候的 你想一下这么老的 它就出那个福克版 这么讲吧 但也有很多人买这种的 所以酒这东西呢 它就不用什么开支 然后一直卖一直喝 就然后又能涨价 我三年前买的那些白酒 比如说八十几块钱一瓶的 我今天去京东看 都卖到一百二一百三了 就假设它这个公司 完全没有销量增长 就单凭涨价 这那个股票价格 都可以涨五六成 所以白酒这个行业 真的是很无敌的 基本上你都很难找它第二个 比它更牛的 可能能比媲美上白酒的 可能就只有游戏 给类公司了 就打游戏的 可以和白酒比一下 因为大家都是毛利率很高 然后生产东西出来 也是就可以把那些不值钱的东西 变成值钱的 怎么说 就像你比如像游戏 游戏就在后台 就那个电脑后台 我给你写两个代码 然后再按一个按钮复制出来 就几万人都可以买这个装备 这个装备 我只需要设计一次 比如说那个衣服 我找个做UI的设计一下 然后你们去买这个装备 然后你充值进来就给钱 所以这个毛利率很高 你看毛利 那个游戏公司毛利率 动不动就90以上的 都非常惊人 然后白酒也是90以上 所以他们两个都蛮像的 都是可以那种随便涨价 然后大家也不反抗 你没有听说过 别人说 这个白酒不要涨价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他没有涨价 但是你民生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什么吃肉啊 然后还有一些 就连那个蒜头涨价了 大家都叽叽歪歪的 对吧 都说受不了 但是白酒涨价 游戏装备涨价 我没有见过有人投诉 对吧 其实他们有些东西的涨价起来 你都没有留意 比如说酱油啊 什么黄豆酱那些 你查一下 查一下黄豆酱几年前价格 现在其实他们都在涨价 所以消费这个逻辑 都是很强的 就涨价 白酒又更加离谱 白酒成本不涨了 就价格涨 游戏公司 起码人工费还在涨 白酒可能连人工费 都没涨多少 因为你游戏公司的话 你毕竟还是要请一些 高学历的人 但白酒都请一些 就低学历的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高学历 哪怕是董事长 多少人被抓了 那么公司还在卖那个酒 大家也无所谓 所以就蛮强的 然后医药呢 医药也随便讲一下吧 医药这个东西 医药是分化很厉害的 它有一些 比如像之前的疫苗 那些就炒过头了 所以就要跌下来 因为疫苗这个也是一个炒概念 到时候疫苗真做出来 也不可能给你高毛利率的 是吧 因为这个是普惠性的 要全民注射之类的 然后医疗像那些做医疗设备啊 医疗什么外包诊断 外包研发那些 就什么西操 西操欧那些公司 他们的都没有问题 说实话前景 前景都一片光明 商业模式也好 我觉得这个医药啊 消费牛股机会大把 大家可以慢慢挖掘 然后这节就大概先讲一下 这些板块的这些情况 大盘那些呢 说实话 不是很好判断 但起码我觉得 大盘不会连续大涨了 因为你这些东西 全部都已经炒过一轮了 说实话 你全部都涨了这么高了 所有的这些科技医药消费 都涨过一顿了 你还想着 他接下来连续再翻倍 我觉得这个概率不大了 除非你就有那个业绩超预期 但是那个第三季 第二季报 就半年报已经全部出来了 现在都要等第三季报 才会再炒一波了 因为半年报出来的时候 那些股票该反应的 基本上都反应掉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太恐慌 因为现在市场的分化 真的很大很大 你现在拿到了股票 你一个不小心 就像汇顶科技那样 腰斩百分之六十 那个网易有道也是这样的 今年涨过两三倍 然后突然就腰斩了 所以做股票真的是风险 有时候挺大 波动很大 风险主要是波动 关于企业层面上 那些公司能不能活着 这些风险呢 其实还相对容易去研究 但有时候短期那波波动 真的我也看不懂 我自己买过一个股票 现金流很好 公司业务模式也没什么问题 也没有听说他可能被制裁 但是他股价就是最近没有涨 一直在阴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半年报不好吧 但半年报不好 这个谁都已经知道了 大家都是看明年的了 应该都是 但还在跌就有点奇怪 只能 我只能猜测是那些机民恐慌 就比如说你买个科技基金 然后觉得赔钱了 然后大家赎回 他就会把相关有科技的基金都卖了 然后有可能会就 就连孩子连水 就到洗脚水一起倒出来吧 可能是一个机会啊 反正反正我都是看着那个公司的发展 然后再看一下市场情绪去判断的 很多东西都是 今天关于这个板块啊 这些行业的分析 我先讲到这里 下面我再讲一下其他的那些 今晚就拍多几条片吧 可能字幕什么的 我就不搞那么复杂了 大家就闲听 听我讲这个随意分析吧 谢谢大家